眼睛眼 眼睛眼 王定文 第五屆改握夢幻之心 男模冠軍 在二十歲時 就拿下首屆男模冠軍 連侯衛銘老師也很讚賞她的邊演 說不定她會成為下一位軟筋天喔 五年的時間 很快 很快 一眨眼 國高中畢業了呀 是不是 所以這幾年來 所以棋惠 你的演藝生命還很長 你才剛開始 是第一個大阿哥對不對 對不對 未來要進入來這個舞台之後 給他們一句什麼真言 就是... 不要浪費自己的生命 就是有夢想就去追吧 有夢就來追對不對 不要害怕 但是身體要練好 沒關係 竟然在練也可以 竟然在練也可以 當然 我都在練啊 看不出來嗎 看不出來 老師 您真是最差的示範 我做得最好 來 來 婷妮告訴我們一下 這一次的話 男生是身高要... 這一次男生的年齡範圍呢 在16到25歲 身高175公分以上 16歲到25都可以 對 然後女生的年齡範圍呢 是15到25歲 15就可以了嗎 對 但是我覺得 比較特別的是我們今年 有把身高限制放寬 因為我記得去年是要 168公分才可以報名參加 對 今天矮來了 對 因為我這一次 165就可以了 對 因為我們在複賽之後呢 會依照個人的喜好 還有他的資質 就把他分成藝人組跟名模組 對 那名模組至少要 可能就要高一點 174一次 174對不對 對 名模是174 對不對 但這是比較選方法 藝人的話160 你看我們藝人界 看小燕就好啦 對 從到現在 零巧...對不對 對 身心健康無不良適合 未婚 當然啦 哪有十六歲就結婚的 對 好 還要不具有任何形式的 經濟合約 平安心說 對 然後我們這一次的 報名辦法呢 一樣是才網路報名的方式 然後日期是在 5月9號到7月4號的 中午12點止 然後詳細的情形 就上我們開幕的方式 但15歲的話 應該要有父母許可吧 所以有很多監護人啊 要有監護人對不對 對 反正就是監護人 所以你在參加的時候 父母是答應的 是答應的 有反對嘛 我想家政應該經過革命吧 有沒有 革命超久 革命超久喔 對 我記得好像有一次 我還碰到你爸媽 真的啊 嚇死人了 你不知道 對啊 為什麼 小燕交際很廣闊 對 但是他們後來還是覺得 你能選上是很開心嗎 我覺得做父母的 都會以兒女為榮 對 但是也許他們有他們的想法 想法 但是 Anyway 你能選上 還是很開心 你知道 父母的小時候 你爬... 灌金他們都高興 對 對 爬都灌金對不對 所以你們是都有經過革命而來嗎 沒有喔 父母都是贊成的對不對 洪老師 你知道嗎 在你公司有一個特殊的 我覺得老天也是對你很... 照顧的 照顧 對不對 志玲 超 拜拜 水堂 聽你 一個一個到街上 我覺得不是 而是我覺得 任何的演藝人員或任何模特兒 都要經過一段時機的訓練 對 很磨練 也磨練 而且我覺得 因為公司給我們的訓練 是非常全方位的 所以當你不管遇到任何的事情 你都可以靈危不亂 其實我在這邊講一句啦 因為我覺得 我常常是關心就是說 他們訓練怎麼樣 他拍戲喔 要拍多久 那有時候會想說 他們身體受得了嗎 其實我在真的擔心他們的身體 或者說 工作拍得這麼... 尤其好像志玲 老師在國外 我們都找不到他 我的天啊 我有一點不好意思 對他爸媽耶 好像我們是 要他去工作...那種感覺 其實這一點 沒有 在那個年齡的時候 就覺得 對不對 有... 就不錯了對不對 對 我反而變得擔心很奇怪吧 很奇怪 就是...就是像家人一樣 其實我覺得家珍其慧 洪老師就是跟我一樣 當然有一個工作來 有的時候他會覺得 不要你們去那個工作 要你們去其他工作 其實我們有更深一層的考慮 你知道 更深層的考慮 有的時候你覺得 這個短期的這個 好像一個很好的機會 為什麼我們不答應 我們有其他的考量 所以在... 因為你們還沒想不到的 你們有一些想... 你們沒有碰過 我們是... 請一支牌 多少的經驗 要我們更堅強 是的 我們就這樣很好 所以希望你們在這條路上 可以走得更順 更精淺 並且如果有其他人 還需要來的話 先報名再說 沒有人能告訴你們 你最適合什麼 只有你自己來做了 你才會知道 非常謝謝今天沒你們 好